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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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老師這邊來介紹一下一元二四翻層式的虛根 其實呢,我們以前都介紹過一元二四翻層式 那以前介紹一元二四翻層式的時候 主要都針對實根在做介紹 那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它虛根到底有什麼現象 什麼叫一元二四翻層式 寫算像這樣子,a平方加上bs加c等於0 對吧,我們把稱為一元二四翻層式 那老師詳細請問一下一件事情 aks怎麼算 正常來講,可以因十分解去因十分解 不能夠因十分解,麻煩可以用什麼解 公式解,aks解 2a分枝-b-b-4ac 其中這個b平方-4ac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稱為判別式 這樣行不行 那第一種現象 如果說判別式大A0呢 這時候你看一下 判別式大A0的時候 這時候x有幾個答案 有兩個答案 一個是2a分是-b-加根號 一個是2a分是-b--根號 所以說這時候會有兩個相應十根 這樣行不行 那如果說判別式等於0呢 也就是根號裡面的自己0 會變成2a分是-b-0 2a分是-b-0 加0-0有沒有差 沒差都是0嘛 所以說用的是兩個相應十根了 變成兩個相等十根 這樣行不行 那如果說判別式小於0呢 根號內可以是負的嗎 不行 這時候怎樣 沒有十根行不行 那沒有十根 老師之前教過大家的 但根號裡面有負數的時候 它不是十數沒錯 所以說這時候沒有十根 但是根號內是有負數的時候 你硬是要把負數給寫進去 這時候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什麼數 虛數對吧 所以說不錯 這時候沒有十根 但是我硬是要把它負數給寫進去 這時候產生什麼數 虛數 所以說這時候有什麼根 有虛根 這樣行不行 而且這虛根形成一個現象 中間一個加的一個減的 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有兩個虛根沒錯 而且這兩個虛根形成共二現象 所以說這兩個虛根叫做共二虛根 這樣行不行 怎麼說老師舉例 比如說你看到一個方案是 x平方加4s加5等於0 麻煩你把x算出來 怎麼算 麻煩你這時候用什麼解 用公式解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先找出a 先找出b 先找出c 這樣行不行 所以老師問你ak怎麼算 麻煩你代公式解 2a 2乘1 2 分之 負b 負4 加減根號 b平方 4二平方 16 減掉4h 4乘1乘5 多少 20 16-20多少 負4 所以算出來是根號 負4 根號負4 可以寫根號4i 也就是起i 2i 這樣行不行 所以算出來是起 負2加減i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這時候產生虛根了 對不對 而且這個虛根 形成一個一加一減 有沒有看到 在有i前面變號 行不行 所以說這兩個數字叫做 共二負數 有沒有印象 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 一個叫負2加i 一個叫負2減i 所以說當攀明是小A0的時候 這時候會產生虛根 而且這虛根呈現 共二現象 所以說這時候這兩根叫做共二虛根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齁 好 有這個觀念之後 麻煩你再玩幾下看下去 我是剛剛可以講過 但判別是小A0 這時候沒有實根 沒有實根會產生虛根 而這虛根會呈現共二現象 這樣行不行 好我們現在反推 我來介紹一下虛根成對定理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以後看到一個翻程式 行不行 它一旦有一個根 叫做p加qi的時候 行不行 是剛剛講過嘛 它根一定會呈現什麼現象 共和的現象 所以說p加qi的時候 這時候另外一個一定實根 p-qi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好好好 這樣看起來大致上沒有問題 但是請小心 要產生這種共二現象的時候 老師強調 一定要是實係數翻成4 也就是ABC 本身一定要是實係數的時候 這時候產生虛根 會形成共二現象 有p加qi就p-qi 怎麼說 你觀察一下 如果說一個翻程式寫出來是 x平方加上4is加5等於0 也就是這翻程式的當中 它本身的ABC 本身的係數就有i的時候 這時候你觀察一下 它跟還會形成這種共二現象嗎 麻煩你齁 你去把這個x算出來行不行 你觀察一下好不好 這時候A式起 1 b是4i c15 麻煩把x算出來的事情 2a2 分支-b-4i 加減根號b平方 4i平方-16 減掉10a即4乘1乘5 20 減掉20 想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算出來是 是根號-36 根號-36可以寫根號36i 也就是6i 這樣行不行 所以算出來根有幾個 一個-4i加6i是幾i 2i 催2i -4i-6i -4i 催2-5i 所以說這根產生i和-i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老師想請我們一下 這時候根有形成共二現象嗎 沒有 所以說要形成共二現象的時候 一定要強調是 十係數翻成四 本身abc是十數 所以說這時候有i的地方 一定是由後面這邊產生 才會有i嘛 所以說這時候有加i 才會有-i 這樣行不行 而本身abc 本身就虛數的時候 然後 這種成對現象會成立嗎 不會的 因為這本身就有i了 前面這邊是就有i了 所以說這次有加i就有-i嗎 不一定 好不好 所以說這時候虛根成對定你 必須強調要十係數翻成四 好不好 這時候他們產生虛根時會形成共二現象 有加i就有-i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嗎 麻煩你到這邊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這邊強調abc為十數 可見這是個十係數翻成四 這時候3加2i是它的一個根 老師可以知道 對一個十係數翻成四而言 它產生虛根的時候 這虛根已經呈現什麼現象 共二現象 所以說有一根叫3加2i 那另外一個就叫做3-2i 這時候麻煩你把ab算出來怎麼算 告訴我這時候有幾個根 有兩個根 有沒有看到 所以老師可以知道兩根之合 把這兩個相加會四起 負的a分之b 負的a分之-12 算出來是a分之12 兩根之雞把這兩個相成 a分之7 寫出來一個四起 a分之b這樣行不行 之後麻煩你想辦法去把ab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好 首先我先看上面這個四起 好不好 加2i-2i可不相消 可以 3加3四起 6 所以寫出來是6會等於a分之12 所以算出來a就是7 2 這樣行不行 好 算數a之後麻煩你 再想辦法把這b算出來行不行 首先你看一下 3加2i乘算3-2i a加b a減b 乘起來是a平方減掉b平方 9去減掉4i平方 i平方-1 所以說變9加4四起13 13會等於a分之b 把a用二代代進去 可變b就四起 26是出來了 好 到這邊 麻煩你把這題巴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來我們看這邊 他說這邊有個翻層式有10根 麻煩你求這10根及a是多少 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這個翻層式有什麼特殊的現象 這翻層式本身它係數當中出現i 有沒有看到 這翻層式居然是有i的翻層式 它明明翻層式裡面居然有i了 在有i的情況之下 它就要產生有10根耶 麻煩你求這個10根和a這樣行不行 那怎麼算 你又碰到像這種翻層式齁 虛數翻層式有10根 不用客氣 老師建議大家 我們就直接帶入 這樣行不行 怎麼說 我直接去假設 那個10根叫做k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ak是用幾代 用k代 代進去 代進去 代進去的時候 麻煩你勇敢 去把它沉開來行不行 乘開來是變成ak加上ki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 麻煩你抓住一個原則 把有i和有i在一起 沒i和沒i在一起 先看沒i的 3k平方加ak-6 對吧 有i是ki加3i 所以說麻煩你把沒i的合併起來 有沒有看到 好 再把有i的合併起來 他可以寫是k加3i 有沒有看到 好 把它合併成沒i和沒i的 有i的和有i的 這兩個相加等於0 然後呢 來 老師你再強調 只要看到ab是實數的情況之下 這兩個相加是0 因為這兩個相加是0 為了要把這個i給消掉 所以必定是0 必定是0可見 a也會是7 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知道 這兩個相加是0 可見在沒i的地方會是0 有i的地方也會是0 這樣行不行 其中你觀察一下 k加3等A0 可見k就是幾 負3了 對吧 再把k用負3 帶進去去把a算出來 27-6 21 減掉3k等A0 可見a是7 7是出來了 對吧 可以用負3代碼 27-6 21 27-3a等A0 所以a就是幾 7 這樣行不行 所以寫到這邊 我知道k就是這個十根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知道十根是幾 負3 a是7 7 這樣就好了 這樣行不行 到這邊 麻煩你把這裡把整個整理一下 我們要休息一下之後再繼續 ok